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Astroview的读者你们好 我是阿涵 我是简纸老师 今天呢要教大家我们新年可以用的简纸俗称简画 或者叫简创画 就是像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你们只是需要了解自己的几个步骤呢 就可以剪出像这样的东西了 所以在这之前呢我们需要一张纸 然后工具会有剪刀 剪刀可以准备一只大的或者一只小的方便作业 然后还有刀片 如果有底刀的朋友那种刻刀的朋友会比较好 这种刻刀会比较好用刀片 然后当然也要画草稿嘛 所以你需要一只鉴笔 好 现在我们开始做了 所以记得准备一张四方形的纸 这样子正正正的四方形 然后开始折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折呢 先把它折成一个三角形 大的三角形 好 这三角形之后呢 我们再把中间对折 折成一个小的三角形 当然在折的时候呢 同时呢我们要注意旁边是否有整齐 结果它的作品到最后都会变形 好 然后这个三角形好了之后呢 现在我们要折另外一个三角形 这三角形会有一小小的复杂 因为它要左右两边这样折进来 所以在这之前呢 记得中间点我们可以先用指甲压一个线 这样方便你折 然后开始记得要抓好 把这个折进来 但是别压死哦 别压死哦 因为我们还不晓得它的位置是否是正确的 然后另外一边同样的 再把它压进来 好 看差不多之后呢 把收整齐就把它给压紧 好 好 把它给压紧 然后看看有没有整齐 好 好 这就是我们要的形状了 好 现在呢 我们开始画草稿了 其实草稿呢 怎么画呢 其实非常简单 有两个步骤 一个就是有两个方式 一个就是你自己创意的发挥乱画 一个就是你上网去找你喜欢的花样 那两种都不会有问题 但是我个人比较推荐大家自己创意啦 因为毕竟手工嘛 创意 所以 画草稿它并没有一个一定的一定的章程 你喜欢怎么样的一个形状 都可以画下去的 好 所以现在我要带大家 怎么 随便画 一个很随便的草稿 大家不要以为随便就不美喔 就是随便你做出来之后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好 相比的 Wild 在我们画好草稿之后呢 我们可以开始剪的哦 在剪之前呢 记得有两个东西一定要注意 第一就是说 永远都从最细节 最小的部分开始剪 千万千万不要贪便宜 从最大的部分开始剪 然后第二 小工具 小夹子是最好用的 把它夹着 我们的纸就不会散了 好 怎么剪呢 就很简单 用剪刀剪 然后记得 很久之后 我们会觉得有的地方很难剪 别勉强 我们可以用小工具 另外小工具就是我们的磕刀 所以我们开始剪咯 小工具 天哪 他如果是自己的衣服 不项再製作 她不参考 如果吗 我会不动 心三の洪水 我就可以rado 我会被填 那个是 我们要修炸 店 商 Oper 因此 これは鶏肉的食材 食材料 用鶏肉 鶏肉 是一种鶏肉 的食材料 粉 用鶏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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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鶏肉 鶏肉 中文字幕——YK 然後在我們打開之前呢 記得我們不要那麼緊張 在打開之前先看一看旁邊有沒有像不乾淨的地方 所以這時候呢 剋刀是最好用的 好像要把它收乾淨喔 比如說這邊一點 撬出來的地方 好 就用磕刀把他給割掉 切掉啊 好了 好了 現在我們差不多 可以打開咯 來 記得打開的時候要慢慢來 不要太緊張 不然的話 勾破就前功盡器了 好 好了 這就是效果啦 就有點意想不到咧 簡單的幾個 步驟 再簡單幾個草圖 就可以做成做漂亮的窗花了 所以這個呢 你們可以把它貼在窗口上面 然後其實有陽光照見的時候會很漂亮的 所以 以前中國人就會把這些 剪花 貼在窗口上面 所以顧名思義 剪花 是最好 也是最簡單的新年裝飾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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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